新穩定嗎? 怎樣? 會熱 不過法完全 還不知道 因為 四驅車 還沒有像這樣子配過 之前那個 Vision那台 STI 嗯 跟你這個開法完全不一樣 不知道 我覺得死去 因為它是電子插手機 嗯 電子插手機 不知道怎麼樣啊 那個 電子插手機 四驅的 四驅的過關方法 要稍微帶油門 不帶油門 反而會推倒 對啊 我們這種風浪都在前面 可是你這個後軸溜欸 蠻溜的欸 你有特別去做定位嗎? 可能就是原廠 就 去一張 它給我做多少角度 都沒有多少角度 沒有特別的 你不會有自己的癖好 就是自己的方法 沒有 原廠可調 原廠可調 範圍也不大 所以我也想說 那就 一張去做 尤其一張的 那個 習慣是 它的後軸其實 講位不會做太大 它都做 有一點多的 原廠一點多的良心 那個 它 頭印頭號欸 頭印 那我沒有去詳細語記者 不會差什麼 你說那個是傾角 傾角那個 不很可 就不大 就被你改變 嗯 沒有 這車有去裝那個 外傾角的 改變的東西 但是我後來想像 我沒有裝 你都會 平常會吃內車 對啊 如果沒有整天都在 想像 可以靠外車 去吃外車 所以你沒有 就是 沒有 沒有 多買一台代步 吧 對 最好代步 沒有啊 就1910啊 兩三喔 對啊 那個 我發覺 這兩個比較起來 它還是沒有 這一台能力 這樣 所以 我就會開它 那 我就知道那個 代步 就是728主具 擺油門這樣子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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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 這麼早也會喔 第一台是名車 運氣運氣 因為我以前那台K8其實我有改秘車 你要養三台 以前愛玩喔 我西美都用R88 那時候西美就以前流到現在 對啊 就是在戲劇的時候沒有看你開出來跑 戲劇的時候那時候大部分都開啟 上了 對阿 因為買了不一樣的後驅車也是要練一些阿 之前自己家裡有一台W203 我到那個地盤 我覺得那個 那個 地盤大概不失去有沒有 地盤是拿K直線 很瞭不起 所以我拿這樣 他的車頭 所以我這樣硬開已經是很很極限了 之前這樣子開 他就只有五速自開 跟我像我之前那個德國開 這都五速自開 永遠這個二檔一直撐一直撐一直撐 然後換檔就滿了 然後所以 十幣的檔位很夠阿 但是 這種快慢快慢 多萬多不合行的 W216 是底盤撐不住 對啊 另外一種 地盤撐不住 車頭的洞 我W2路道明隧道已經壓到6分的1秒就算幾線了 那你K8還是 不然K6那台還是其他台有試過嗎 K6 對啊沒有跑過 K6那時候 我用R188還沒跑過耶 我那時候用R1R的時候 1分40幾很輕輕鬆鬆阿 可是那個等級不一樣耶 不能這樣比阿 我用K6我從不到了掛商檔 因為我那名字 從不到了掛商檔 隨便開了我開那個 會不一樣阿 而且我 我那台K8 K6啦 我開雙門的 我東西都不一樣耶 我東西都不一樣耶 雙門是不是都沒回來 對 我全車 所有東西都不一樣 裡面的配備 陰性的那種東西都不一樣 我三腳架我自己改油力腳 所有的東西都改油力腳 包含那個後扭頭 前面 所有的就是三腳架 前後上下三腳架 對 的電腦 全部都改油力腳 嗯 然後我又 我做 四度 前面做四度 四度 然後我的那個 液體值 就是 我們這的有液體值是 二十 我就是很 很長很出來 我不用電 我不用電電面阿 那原廠是多少 原廠多少 那在近的四十幾 四十五 沒有 二十 原本設計ETM值很高 然後電量降到塗出來很多 加速上扭力轉向很明顯 反而又抓不住 反而又抓不住 功力很大,扭力轉向的特性就出現了 所以你要改LSD啊? 重直線的 對 你說的那個變成說你直線加速速它會遲 起步比較明顯 我又沒改渦輪 所以還好啦 想不停 就要到達我們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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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跑 就要找不住 結果大明星已經成長了 好久不見 真的蠻可怕的其實 不要跟他拚命 好,然後引退道出來這一道也是 直接到這邊我就放慢了 我就...就是... 這邊要喊煞,那麼可怕 因為通常這邊我就放掉是因為那個 因為我那車照嘛 開... 不會跟他拚命啊 嗯 好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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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顯明顯感覺 這是側前 應該也...另外一個關係應該是也有我 我爸 我坐上去了 多少有 我今天輪胎跟我之前開 燃燒器啊 燃瘦差最多 最明顯的 有陰腳變軟緊 像這個警察會怎麼樣嗎 不會沒有 只是在那邊 像假設說他剛剛在那個殘化碗那邊 那看他有沒有 通常什麼三角架什麼 有的通常 最近他只是 把行車開過去 就是放定點這樣去 沒有特別怎麼樣 好久不見